鲁龟靠臂战役是什么原因 很多时候鲁龟如果不适应这个环境 他会想往外爬 在爬的过程中 你可能偶然看到他错 他就会贴着臂 其实他是一种躲藏 或者是伪装的一种动作而已 特别是在哪几种龟 一 恶龟 二 平胸龟 这两种龟是最常见的 他们的攀爬能力还是比较强大的 而且他们的爪子很尖锐 同时他们的甲壳也比较扁平 比较适合于攀爬 其中平胸龟是攀爬能力最强的龟 没有质疑 在我遇到的很多龟中 趴在墙上或者是贴在壁上站立的时候 他都是想越狱或者想逃跑的时候 无意中被你发现了 他就攀在那不动了 看起来他其实是在伪装 伪装成一片叶子或者一根树枝 来达到一个让你看不见他 或者没有注意到他的一个目的 而不是说你看到他 立刻他就会撞到水里 或者躲起来 这种其实是动物的一个 仿生的一个本能 不要过多去打扰他 只要给他一个环境 不让他逃逸了 这就完全足够了 也不要去过多的去干涉他这种动作 但是如果长时间会一直出现 这种想要越狱的一个表现的话 很有可能 你这个环境 他是一直都不适应 他不喜欢这个环境 你可能就要思考 是否需要更换一个全新的环境 或者说去调整这个环境 让他慢慢适应下来 跟你的国家 同时这种时代性的说 GO дв backstage 简直至房材